我們現在來看到台東地區 其實在晚間雨是還是不斷的下 而且明天其實已經有部分地區 是宣布了緊急的停班停課 不少民眾是把握這個 剩下的一點點的放假時間 到了吊蝦場 來把現場交給孟姐 好 主播觀眾 備戰颱風呢 在台東很多店家 都有做相關的防台措施 像是這個窗戶貼叉叉 或者是用一些大砂包堆在門口 防止吸引水的狀況 那麼有業者在辦公室外的空間怎麼做 你看到把所有的周椅全部都收起來了 因為那個地方是客人的用餐區 但是業者透露就是擔心說風太大 會把這個桌椅吹得亂七八糟 所以就通通收起來了 那麼我們剛剛說到在夜市的狀況 其實你聲音還蠻冷靜 但在吊蝦場呢 聲音卻很好 來聽一下吧 其實這幾天因為風雨 之前來看的話是今天的 這一次的颱風它沒有特別嚴重 所以相對我這幾天的下場生意 成長了蠻多的 好所以可以看到台東居民呢 把握僅存的颱風假 接下來呢沒有放假要上班了 要來好好收心 以上是為您掌握最新 再把時間交換給空內